剛剛已經做好之後 我大概已經寫了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我本來以為是OK的 因為我本來的版本是寫這樣 我大概思考邏輯下 我從A1一直往下去找資料 然後基本上我會先在這上面先RUN一下 這個RUN的第一個就是先填上什麼 填上它的欄位名稱 因為資料正規化裡面第一個 反正就是要讓它長得像一個資料表一樣 資料庫的結構 然後就分別把這些填上去 填的方式大概我想到的 反正我就這樣看 我發現先有一個固定規則 就是它如果B欄裡面的資料 它同一列的B欄 假設空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就是它的限式名稱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把這個先放哪裡 先放在這裡 然後把底下這個放在它旁邊 也就是K等於 如果先放這一個的話 那這個底下的東西不用再K加1 K的話是指的是應該放哪一列 可是在下一個的話就是 等於是把上面這個名稱再寫一遍 台北市再放一次 然後再把底下的東西再放在這個底下 那一直再一推 重複這個 然後把它再放在台北市 然後大同... 中山區 然後遊歷區 一直放到這邊 然後再到這邊的時候 再判斷說它的B欄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再把基隆市放到前面 然後再把後面兩個補到後面去 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至於要怎麼寫 我先放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已經寫好 但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又一個K 那這個K它主要的用途 就是決定它應該放在 這個哪一列的位置 那初始指一定從第二列開始放 那由K來決定說 要不要換到下一列的意思 這個跟之前那個圖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那比如說我現在先K等於2 那範圍的話就是從A1到最下面 所以用追蹤的嘛 最下面應該是389 所以大概跑這麼多範圍 然後呢 當然我第一個先判斷一下 它這個B欄 同一列的B欄就是B1 是不是空的 是對不對 所以我就先把它的資料 要抄到哪裡 抄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 把這個資料 後面的資料 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D欄 意思是說 這個判斷 表示它是一個縣市名稱 把它call過來 有沒有 台北市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後面並沒有加上一個K等於K加1 為什麼 因為後面我還要把這兩個補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沒有K等於K加1 意思是說我後面的東西 可以繼續幫我補到後面 再來的話 下一列這個是不是B欄就空的 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呢 那顯然會跳到下一個 下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在幫我把這邊 中正區跟郵地區要補到後面 那你說這個地方為什麼有一個邏輯派 因為我要確定一下喔 我的這個前面這個是不是已經有台北 就是那個縣市名稱 如果假如它沒有縣市名稱的話 那我要補一個 可是有沒有 這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它等於離 是不是空的 不是對不對 不是就跳下一個 就是把它的中正區跟郵地區要抄到這邊來 OK 那下一個的話 下一個就是 所以下一個再來一樣判斷什麼 判斷那個 這邊是不是 它的這邊是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嘛 有東西啦 所以表示它不是縣市 所以呢 那另外的話還要判斷說 它這邊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所以我就把它上面的這個 台北市的名稱抄下來 欸 這邊就要把上面的怎麼抄下來 因為目前的列 等於是k等於3嘛 意思是說這一列 那如果我要把它的上一列的東西 摳到下一個 其實怎麼寫最簡單 很簡單喔 就是把那個列 列的數量有沒有 減1嘛 有沒有 k現在等於3對不對 那減1之後就不就是2嗎 那2之後的話就抓到它 就是第2的儲存格 幫我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喔 以後哪個儲存格 複製到哪裡的話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把後面的位置 複製到前面去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我就把上面台北市的資料 摳過來一個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 再把大同區 跟郵地區號 分別抄過來 這樣就把它全部跑完了 全部執行 這樣就OK了 最後多一個什麼 Auto Fill OK 那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邏輯吧 我其實 因為這東西我今天講 我剛剛有講過啦 其實今天最難的是這個啦 可是工作上難免一定會有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你可以喔 看到什麼寫什麼 看到什麼寫什麼 它就乖乖的按照你 有點像你的指示 你這邊跑這邊 這邊跑這邊 有沒有 它自動幫你跑到你正確的位置去了 OK 剛剛這個程式喔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到雲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位置喔 因為這個今天最難的 就是這一個部分 在二十五頁 郵遞區號合併二 那其實我這邊有步驟一啦 我這邊還有一些相關說明 那至於那個比較精確的這個說明喔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多寫一點 可是可能它寫滿多的 所以如果剛剛講的喔 你假如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那甚至我上面有加上一些註解啦 你們可以自己再把它試試看 所以這一段我把它寫完 我感覺好像應該OK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真的有時候程式寫完之後 看起來好像OK 有沒有 台北市台北市 這個是行政區 然後郵遞區號 基隆好像也OK 新北好像也OK 新北...新北... 宜蘭... 宜蘭好像也OK 但是你會發現喔 後來同學回去很認真的同學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什麼問題呢 釣魚台... 跟這個...新竹市 他剛好... 欸... 想說... 這不對啊 宜蘭什麼時候有新竹市了 而且釣魚台呢 怎麼也是宜蘭 我不知道啦 是不是宜蘭我不知道喔 好像是怪怪的有沒有 這兩個怪怪的 然後還有哪個地方怪怪的 好像嘉義也怪怪的 看一下底下有一個... 嘉義市有沒有 嘉義市 嘉義市跑到南投去了 為什麼呢 後來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地方邏輯 有點不太正確 所以後來我就... 我本來以為這樣就寫完了 沒想到 一檢查 發現原來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我剛剛原來的邏輯判斷是 去先檢查一下 他右邊那個儲存格 必然有沒有資料 OK 可是喔 有一些特殊的案例 哪個案例 其實你往下找到這個啦 釣魚台就好了 因為他如果 假如像台北市 他有12個行政區 那是會剛剛OK 基隆可能也是很多區 但是如果像比較特殊的 好像有三個吧 釣魚台 新竹市 跟嘉義市 哇 那他只有一個 所以一個的話呢 就沒有辦法符合這樣的情況 除非喔 可能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要把它獨立 可是也不可能你單獨改它啦 所以喔 變成這個地方 你需要再重新思考 用什麼樣的判斷邏輯 可以修正這個錯誤 OK 所以喔 反正第一個線已經跑出來了 但已經是比原來的狀況好太多了 而且他基本上比土法煉鋼一定是快 但是出現了一個錯誤 給這個BUG 所以以後啦 你寫完之後一定很容易有BUG 看我很有志氣 後來發現不對耶 這有錯誤 那怎麼解掉這個BUG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這個程式我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25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